2025年的马来西亚财经预算案 在9月18号终于出炉了啦 我没有马上在那一天晚上做这一支视频啦 因为我想要把它整理好来过后 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呈现给大家啦 这一支视频有两个部分 上半段就是一个 General Overview 最后就会讲到关于房地产相关的重点啦 整个 Big Picture 来讲的话 我们的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我们的安华有讲到的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为了要推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有推动国家的发展 这个是走不掉了的 这一次的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的拨款 将会高达4210亿令吉 其实是比去年高了的 所以这一个4000多亿令吉里面 有3350亿令吉作为这一个行政开销 860亿令吉作为发展的开销的 这个还没有包括20亿令吉的紧急储备金啦 在这一个预算案里面有提到的 他们Expected 的他们预算的收入 将会高达3397亿令吉 赤字将会预测下降到3.8%的 GDP 来讲的 原先他们预测的GDP 是4-5%的 但是这个预算里面就有讲到 这一个新的预算是在4.8-5.3% 也是一个很正面的现象来的啦 然后头三个 Top 3 的 Beneficial Sector 第一名是教育 第二名卫生 最后是国防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我们只是讲 Top 3 号了 然后也是有提到说在2024年的 这一个补贴改革过后啦 也是有省了很多钱包括了电费啦 GRO 还有柴油补贴 我们平民百姓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政府讲他们会 Make sure 85% 的人民 是不会受影响的 因为他们只是希望把这一个 RUN 95 的汽油津贴 放在 Malaysia 公民而已 So 怎样的人民福利 这边我就有选了几个重点啦 包括了第一个 我们的 Tax Relief啦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 Relief 有一些改变啦 就是说你能够 Relief 到更加多的 Amount 最低薪资也是从1500 变成1700 元 援助金方面也是有提升的 所以那一些收入比较低的族群 也是从中受益到 教育来讲的话就不用讲咯 你看 Top 3 Beneficial Sector 第一名 就是教育了啦 所以由此可欠 政府是多么想要搞好教育 因为我总是相信啦 要投入社会工作之前 教育一定要搞好了一些 教育才是要进去这一个 社会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把锁石啦 最后就是经济发展啦 经济发展在这边就有讲到 比较多关系到那种科技领域 那种工业等等的 就包括了 Carbon Tax 有新的那个 Tax 然后一些政府机构的 比如说 KWAP 他们会 Invest 5 个亿去 这个 Data Center Energy 还有 High Tech 那种高科技领域的 然后我们的国库 Kazana 也是会投10个亿去 本地的半导体工业 因为其实本地的半导体工业 是真的做到很不错 做到相当的好了 就比如说昨天我记得 在这个预算案里面安华也是有提到 在槟城的 VTROX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读着 Engineering 的 坚持我已经错过了那个风口 So 我相信啦 我很相信啦 接下来肯定是这种工业 尤其是电子行业 科技行业肯定是会很好的 讲完了这个 Big Picture 最后就是讲到关于 Property 房地产的行业 也就是这一支 Video 的最重要的主题了啦 这一次的预算案里面呢 有几样东西 我们一直 expect 的东西没有出现的 第一个就是 Deposit Madani 也就是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有讲到的 没有出现在这个预算案里面 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在网上面看到有一些人流传 HOC 可能会卷土重来 So 结果这个也是没有的 So 它会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预算案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有讲到 它会帮首购族减免税务 如果首购族买的房子是50万以下的话呢 你就可以减免7千块咯 就 Tax Relief 7千块 如果你的房价是50万 那是75万的话 你就可以减免5千块 我也是有看到新闻的报导 明年就开始实行好了啦 你 2025 26 27 你都可以享有这一个减免的税务的 比起 HOC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的 Straight Forward 而且是可以马上的体会得到 我有多一个7千块是不用被 Tax 的 与其我们要等到那一个 Project 做好了过后 然后等待着出来 我才可以 Android 到 Free MOT 的 Sam Duty 这样子的分别啦 然后第二个也是首购族的 那就是 SJKP So 这个 SJKP 他们也是会继续做这个 Garantor for 这一个房屋贷款的计划 2025 年他们会拨款 128 亿令吉作为担保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叫做 Step Up Financing Scheme 这一边政府也是会拨出 5 个 Billion 出来 这一个 Step Up Financing Scheme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很详细的资料 目前我所找到的资料就是 首购族能够享有头 5 年的低利率 所以你就有更加低的 Repayment 啦 然后其他的就是比较多关系到那一些人民组物啊 那种可负担房屋计划啊 这样子的 Point 嘛 了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那就是关系到 Bandar Malaysia 这一个东西在之前也是有一些新闻 他们有人提议财政部说 将 50 acres的 Bandar Malaysia 的土地 变成这一个 Malay Reserve Land So 在这一个预算案里面 安华也是正式的答应说 这一个大马城的 50 个鹦鹉土地 作为 Malay Reserve Land 了啦 So 这一个 50 个 acres的土地 会不会影响到很大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了 因为 Bandar Malaysia 的总面积啊 是 486 个 acres So 它也是拿了十几%的土地罢了啦 So 以上就是这一些 跟 Property 有关 能够去关注的一些话题啦 以上就是这一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当初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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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支持明镜与明镜与明镜炎